中南區第二水道是高雄市國小校長A隊 第三水道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協會 第四水道則是高雄市國小校長B隊 現在暫時領先的應該是第三水道家長會長的協會 暫時領先 對 這支隊伍是高雄市各級學校的家長會長協會 那家長會長呢 一般都是我們各級學校 最重要的幕後的夥伴 那同時他們也都是給我們學校的小朋友們 或者是青少年朋友們最佳的支持者 那這次為了端午節龍舟競賽 也特別組成一支各級學校 各個的會長們團結一起組成這支充滿活力的隊員 不簡單耶 家長會長們暫時領先暫居第一耶 緊追在後的是第一水道的家樂府中南區 這不可以這樣說 家長會長除了在學校出錢出力耶 很多各行各業有很多都是當初的運動健將 因為家長會長們通常在企業界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工作量 那還要抽時間出來練習是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們前面提到龍舟運動是非常講究這個一致性團結性的 所以必須要團體一起練習才有辦法拿出好成績耶 那以身作則啊 做給校長看 我想校長們以後在辦學上會更認真 哇 現在校長被拋在後面了 校長壓力相當大 哇 現在目前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的協會 現在是暫居第一 而且領先第二名已經快要一個傳生了 那第二名看起來目前是第一水道的家樂福中南區 這也是我們的廠商 贊助商代表 一直支持了我們小農 然後也提供了我們大會相當相當多的這些幫助 這比賽持續的進行當中喔 可是看起來第一名應該是有機會 就讓一三水道的高雄市各級家長會長協會 要來拿下囉 好 後面 校長A隊跟校長B隊 可能要來拚拚看啊 校長界 也是要爭一個面子啊 是 是 是 但是現在看起來 第四水道的高雄市國小校長B隊是在去最後 不要講最後 在校長我們現在在交易界要講第四名 好 第四名 是 現在第三水道家長協會還是穩定的領先 這應該是準備奪標 準備奪標 我們的奪標手 張簡智鵬會長 恭喜 恭喜 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會長協會 還是拿下了第一名 第一水道 好 幾乎 對 這些給他們吃